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28岁港星魏俊浩,在演一圈打滚多年,花边新闻远比事业精彩,曾因劈腿遭前女友痛骂比陈关西还见。 近日却爆出,去年拍戏期间,强吻学霸港界麦明师,最后还被经纪公司提前解约。 据港媒报道,魏俊浩近日被爆,去年拍摄《使徒行者2期间》,对麦明师展开热烈追求,时常急顾约会,尽管女方已多次拒绝,却还是遭强吻性骚。 一气之下,便向TVB高层投诉,电视台方相当重视旗下一人的纪律,为不想再发生类似事件,决定与魏俊浩提前一年解约。 对于报道内容,魏俊浩否认有强吻,对于TVB提出解约仪式,他坦言不知详细原因,我不知道啊。 真的没有讲原因。 麦明师5日出席活动时,英丹心引来无谓揣测,不想再多做回应。 魏俊浩,左起,被爆,去年拍戏时,对麦明师展开追求。 写取自腾讯视频,魏俊浩,又,遭报抢吻麦明师,左。 写取自腾讯视频,魏俊浩。 翻设自脸书,卖明师。 翻设自脸书。